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收益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降息导致的 因此呢海外机构就会抛售本国货币导致汇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 因此呢会利于出口行业 那么传统上来讲澳洲呢三大行业都是处于出口性的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向市场释放更多的一个资金 很多客户最近呢是卖了房子或者是呢从银行取出来钱 那这个钱为什么要取出来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存款利率现在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位置 我们一万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是不做任何的投资的话 到年底我们假设拿1%的利息而通胀是高达3.5% 那我们每年呢就会亏2.5% 所以说一万块钱在年初还能买一万块钱的东西 但是到了最后一天啊 365天结束之后 我们只能买9750块钱的东西了 所以说呢钱放在银行里永远都是贬值的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 因此呢大家就会把钱拿出来做投资做消费 因此从侧面刺激了经济的一个恢复和增长 这就是澳元澳洲政府降息的一个必然性的三点 那么之后呢我们降息了 那么大家要考虑对哪些行业或者未来的投资会起到一个利好的支持呢 首先我们就要讲到股票行业 股票行业里面我们推出了6类股票 大家可以去跟随 那么第一类呢就属于低适应率 为什么低适应率的股票呢 会在降息之后呢得到一个恢复呢 这个股价上会有一个较高的上涨空间 原因也很简单 在过去呢我们投一家股票10万块钱进去 可能呢公司需要每年20%的回报要5年才能回本 所以说呢适应率就是5倍 那么这样的公司啊 收到资金的青睐性就更大 那如果是一些啊 其他公司一些像矿业公司 他可能回本呢要30年50年 甚至一些科技行业要做到100年 那这样的一个适应率就高达100倍30倍50倍 所以呢投资者的信心就会严重不足 在经济衰退预期的啊增长 这个情况下呢 如果是适应率过高 那么资金青睐度就会下降 所以说呢低适应率的股票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高派息 我们知道啊 对于散户或者个人投资者来讲 大家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 但是呢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时候呢一家企业能够给市场上的股东派更多的股息 那么就会得到更多的股东青睐 因为相比于银行取出来的钱 我们也要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那么就是属于股票的派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比一下 像银行派息高达5% 但是作为银行的消费者或者是储户 我们收到的这个利息啊只有0.75% 那这样的一比较还是做银行股东更合适 所以呢高派息的股票也会成为首选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既有股 像现在Wallworth和Cost 大家纷纷去这两家超市 包括Costle去抢这个卫生纸 一箱一箱的去抢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与其抢卫生纸还不如去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像Wallworth借记一直都是稳定增长 在刚刚出的财报上周 周五财报出来之后呢 Wallworth的股价也是相应上升 因为呢在19年整个公司的盈利能力上升了6% 那么这些既有股也会得到资金的青睐 另外呢澳洲这些股票都属于大而不倒 在经济再恶劣的情况下呢 相信他们也是有稳定的一个收入 因为不管现在大家囤纸 还是囤这个鸡腿 还是囤鸡蛋 整体上对这些传统行业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负债率较高的股票 这些呢大家要小心 但是呢也会有潜在的一个较大的涨幅 那么这些股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率上涨呢 就是因为原来我们欠银行1000万 每年呢还40万就是4%的一个利息 但是呢现在银行降息之后利率下降了 那么在这种水平我们每年还的钱 就可能从40万降到20万 那么对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高负债率就变成了一种优势 就像我们个人家庭资产一样 那么在低利率时代 我们总是想要去买更多的房子 买更多的股票 不会去做储蓄 原因很简单 跟这些企业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负债率较高的公司 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房地产和保险类的股票 房地产我们如果是现在去买个别的独栋 或者house或者apartment 整体的这个风险就比较集中了 因为我们砸下去的资金呢是40万 甚至到15060万 那么这样的资金呢在未来 购买率降低的情况下 还有呢中国的钱现在又出不来 那么出来之后呢 大家呢现在又要考虑很多的一些聚集性的风险 那么更好的方式呢就是去买股票 或者是多个股票 不管是Restate这种中介大型的互联网线上的房地产公司 或者是线下的住宅公司 或者是开发商 那么整体都会享受到直接的降息的一个利好因素的影响 那么第六呢就是出口类的股票 像A2刚刚也出了年报 财报涨幅还是不错的 在去年的这个市场情况里面 A2依旧是保持了20%多的一个业绩增长的水平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降息导致了出口增加 这样直接会受益于这些公司的股价 所以呢我们能总结出来上述的六个方面的公司 大家都可以去长期关注 另外一点呢就是汇率上澳元呢 在目前的一个历史低位 再下降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 如果是大家想未来抄底的话 我们偏向于让大家去考虑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 依旧是澳元对新兰的纽币 比澳元对美金直接去做这样的一个货币党相对更加安全 另外呢很多客户问现在澳元对人民币 那么也可以去考虑4.6的位置还是比较偏低的 如果疫情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印了大量的钞票刺激经济 而之后呢人民币贬值呢成为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 因为之后大家也要考虑中国的企业主要也是出口导向的 所以呢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恢复是有一个有利的支持 因此呢未来人民币贬值在疫情之后就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 而澳元对人民币现在4.6的位置确实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历史低位 当年的最低也就是到了4.35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GoMets平台选择交易澳元对新西兰的纽币 或者是澳元对中国的人民币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不打电话03-8658-0603